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城的地下賭場里面阳雾迷茫 留著龍塔輸钱 宿道毛了杭 借高利贷的钱 估计永远还不忘 当他死活都得 在上天之内黄掉 高利贷的罪宰人 伤心病狂 拿起东西就砸 养了人就扛 留得龙塔震荡 王位黄了好几拳 砸伤了罪宰人 逃往别的地方 中国的现成都 差不多一个模样 他住在一家 破烂力管里面 打开电视机 和对付彩票 是之前那样 奇迹还是没有出现 电话叫了一个女人 来到她的房间 完事之后见她 恰是在洗手间 那寄你手上的钱 也少得可怜 不过也够她 再坚持几天 新情况认为 凶手是个广泛 胡烫长认为 凶手是个变大撒狼房 扫地的阿姨认为 凶手可能是个鬼 旅馆的老板娘 吓到快表娘 有了经验之后 她开始闪不眨眼 那同是一个去 银行去欠的人 欠了钱之后 买了一点魔朵 现在的刘德龙 不再是个正常人 当机长认为 罪放是同一个人 薛青光和胡烫长 越来越疼痛 刘德龙他家的摩托逃亡都没变定 很快就消失 大家待愁力之中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十几年之后 他奋斗成了有钱人 在泰国曼谷 经营一家中山广 后来人民警察 终于见他抓获 刘德龙他笑着说 沙瓦地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